以色列国土报5月24日报道 此类举动都将被视为特朗普退出与伊朗核协议 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以及本月在耶路撒冷开设新的美国大使馆的后续行动 特朗普这无疑是又要捅中东大马蜂窝 世界文明的戈兰高地到底是个什么侃 戈兰高地属于叙利亚 位于以色列北部叙利亚西南部 是一块南北长60千米 东西框20千米 面积约1800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 平均海拔约600米 比以色列平原高出300米 居高临下 从戈兰高地可以俯瞰以色列加利利古地 是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战略高地 1967年 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 戈兰高地被以色列占领 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当中 叙利亚试图收复戈兰高地 但遭到挫败 这其中有一场非常著名的战役 就是戈兰高地战役 以色列第七装甲旅 在这里打爆了续军的四个装甲旅 随后以色列将两万名以色列定居者移居其占领的地区 并在1981年宣告吞并戈兰高地 但这一举动没有得到国际组织的承认 戈兰高地问题自此成为蓄意和谈中的核心问题 双方围绕这一问题争论不休 各不相让 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20.00年 以色列和叙利亚 就可能归还戈兰和达成和平协议 举行了最高级别的会谈 但谈判破裂 随后由土耳其调停的谈判也失败了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 叙利亚无力挟补戈兰高地问题 随着伊朗的介入 戈兰高地再次成为蓄意对抗的前线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对戈兰高地的态度十分强硬 他表示以色列坚决不会放弃戈兰高地 为了表示对戈兰高地的占领决心 2016年4月 以色列在戈兰高地举行内阁立会 叙利亚向联合国表示抗议 预计 以色列今年也将会再次在戈兰高地举行内阁立会 特朗普克真不是一般人 是美国事无前例的总统 当总统两年没到就干了这么多大事 是美国事无前提兰高地的总统 是美国事无前提兰高地的总统